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一个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 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很快速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不要太把自己狭隘封闭住 我们应该把它拉得更大格局来看一看 那个借此今天中秋节来谈一下 我自己个人对这事情的看法 大家看的都是同一颗月亮 讲真的没那么多情绪的 好那今天也很高兴 社长来到我们节目 今天中秋节 谢谢社长来到节目现场 在中秋节这个国定假日 来跟我们谈 两岸话题也特别具有意义 我们今天两岸时间 请到是汪宝黄庆永社长 社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中秋节快乐 这个中秋节一到我们主持人 也变得很感性 看到那个月亮很大一颗 大家对着月亮这样的看 眼睁睁的这样看就觉得会有一些思绪上来 所以在讲古文这个白话文 其实在古诗词唐诗诵词里面 月亮的题材特别多 对不对 我们以前这举头望明月 低头四顾香 礼白的 这是最最最最最最标准的 对也祝大家中秋节 这个过节快乐 好虽然说月亮上面 确实我们现在知道是没有嫦娥 没有白兔了 但是我们心中还是住了嫦娥跟白兔 在里面 我们还是有这种想象空间的 好那其实两岸也具备很多想象空间 有些事情我们可以现实面来看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想象空间来看 好那现实面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来谈一下 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有关国务院所颁布的 企业家的意见 这件事情社长有特别深入的研究 各位可能会觉得说 大陆国务院所颁布的出来一些文件 他写的那些这个文件的 那个这个title 肉肉等 肉肉等你都看不太懂 有关什么 有关什么 那但是这些文件 他都有深刻的意义 都是代表他的政策要执行的方向 那最近颁布的 所谓有关企业家的意见 那到底对企业家有什么意见 企业家不是很重要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资助吗 那这个意见到底是正向意见还是反向意见的 这要请社长来帮我们做解释 好这个前这个意见的名称真的蛮长的 但是我想一开始让大家也知道一下 他叫做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这真的是没有标点符号 那里头最重要就是说 要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 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 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 还有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 好这里面的我们把这些形容词都拿掉 其实很简单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 最重要叫做什么呢 一个叫经营权 一个叫产权 就是他的财产权 这不是本来就是保护的吗 对我们都感觉好像是很必然 尤其大陆大家都说他已经走了市场经济了 这个坦白说了 这一次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意见 那么名义上是要厘清政商奋纪 就政商之间的关系 实质上是要让民企老板安心 安心 是因为最近太多企业家出事了 应该好 我们就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运营企业老板需要被安心 需要安心 他们就代表有不安心的地方 我就用一句 因为在这个发布了之后 新华社也访问了很多企业家的老板 包括这个复兴集团的这个郭广昌 京东的刘强东 还有联想的柳传志 柳传志我们就用一句他的说法 他说因为啊 近年来啊 总有一些声音 将当下的社会问题 收入差距 边缘群体缺少关怀 乃至于政府部门中出现的腐败现象 跟企业家联系在一起 哦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柳传志他就说这一些叠叠不休的杂音 让企业家们听得很不舒服 了解 很不安心 那其实坦白说 不只是不舒服 最主要是企业家还会担心 现在的氛围 有那么一点就担心说 第二波的社会主义改造 是不是会来 这一来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那因为大家会 如果你稍微研究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就会知道就是在49年他建国初期的时候 那么经过这个三反五反 那么那个时候是把企业家当作腐败的资本主义势力 对啊 那就要打倒左资派 对 而且不但禁止企业民间企业经营 而且把他们的资产怎么样 充公 收归国有 只培持了几位所谓的红色资本家 当做样板 那这种情况到文革结束了以后 70年代末期邓小民开始推动市场改革 但中国共产党对私人企业 私人企业家基本上还是心存疑虑 我讲一个例子 1989年我们知道江泽民 大家有个印象 江泽民应该是后来大陆的这个市场经济 在他那12年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时期 包括这个加入这个WTO等等 但1989年江泽民刚刚从上海 到北京来接任总书记没有几个月 他当时怎么讲民定企业家的 他说这就是一批欺骗贪污贿赂 跟逃税的商贩 他是用这样来形容 那你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整个社会的氛围 因为你知道在大陆的几十年的 那个影响之下 那么以前已经把企业或者说企业家 跟资本家连在一起 那资本家就是剥削劳工大劳苦大众 吸人民的血 是这样的一种一种一种印象 奸商 无奸不商 对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难寻 那么才把党内最极端的意识形态的障碍 给瓦解掉 这92年 所以你看2001年 7月那时候江泽民就提出了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现在也进入到中共的党章 那三个代表就是里头最重要 就是允许企业家入党 那这个当然目的是要 因为中国的民企越来越发达了 那么要扩大中共的社会基础 你原来是一个工农兵的革命政党 那现在就是变成要涵盖 社会各个阶层的全民政党 是一个这么味道 但是即使江泽民当时推了三个代表的时候 党内的保守势力还是极力反对的 所以其实从三个代表之后 十几年下来 中共对企业家的收放 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坦白讲 你看他一方面要鼓励私人企业 因为这个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可以增加就业 但是当企业如果过大 民营企业过大的时候 就严格给他管束 对不对 然后一方面他拉拢企业家入党 鼓励他们入党 但是对于不听话的企业 就所谓违逆党义 我们看到这几年下来 已经有一些企业家 也喜欢谈维权 谈什么的那些的东西 就一个一个被 而且像胡润 胡润那个首富 大概十个都有八个都坐牢了 所以进入到胡润 那个首富排行榜里面 都不是好事 对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我觉得对大陆来想 他的一个企业环境 非常特殊的地方 就是这个政府 他是支持这个财产权 因为不会造成问题 但是对于公司 资产 土地所有权 他基本上是模糊的 这里面包括什么 包括你所拥有的这个房子 说土地不是属于你的 使用权是你的 使用权这一块 他可以当作财产权 可是所有权是另外一回事 20年 30年 40年 不知道 这是个人 对企业来讲 那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公司 到底怎么去分析 就是一个问题 好 那这样的一个模糊的状态 那么我刚讲到说 因为大陆社会 毕竟从49年之后 有一种长期的 阶级意识的灌输 所以他很难摆脱说 资本家等于剥削 这样子的这个完全清洗掉这种想法 那你这几年贫富不均又加剧 那所以呢 而且很多民营企业家 这个很高调 炫富 那就引起了另外一种仇富的心态 当然仇富全世界都有了 但是大陆那个情况更严重 是因为他的党的建党建国的基础 是建立在什么 建立在工农群众的公平性 没错 这个角度出来 他更加的这种突出 所以民营企业家被批评的声量 就很大 也因为中国企业 这种工友跟私营之间的混淆不清 所以你知道 欧盟到现在还不承认 他是市场经济国家 跟这个背景有关 那12年习近平上台了以后 现在大力整顿这个官风 而且这个可以说把反腐运动 推到了极致 那也有不少企业家被调查 我们都知道郭广昌 曾经失踪了两个礼拜 没错 然后又有前不久我们讲的 又是平安系统的什么人 明天系的什么肖建华 等等这些情况 这里面其实有反映出来 习近平对于过去若干年以来 大陆存在已久的这种政商的关系 他是不以为然的 我查了一下他有一段批评的话 他说在每一个权力中心的周边 都聚集了一批养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可能是权贵阶层 也可能是白手套 但是他们游走在边缘跟权力完全谋合 所以他强调说官商交往要有道 不可以勾肩搭背 但是为什么大陆的企业家 一定要跟官员勾肩搭背 这个不能不说是因为大陆的体制上 你的制度跟你的法规 明显的是在市场化营运的这么多年下来 你是不够完备 你很简单说 如果木槃你是民企来往 这大陆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那你如果要得到经营的条件 经营的便利 那你不去主动或被动跟官员来往 甚至说所谓的灰色交易 利益输送 你根本不可能做生意 这大家都知道 这也不是秘密 那好了 那现在这一套行之多年的 政商的这种关系的模式 现在因为反腐深入化 而且现在讲究要政治规矩 官员也不敢 那你现在已经行不通了 行不通了之后 我们就看到大陆出现一个现象 特别是从2014年以后 大量的资金外逃 外流 有一个统计 从2014年的6月到今年的1月 中国的外汇储备下降了1兆美元 1万亿美元 那几乎等于是他原来的 这个美元的外汇储备 就去到快三分之一 到最近才稳住 最近才稳住 最近这几个月稳住 最近为什么能够稳住 是因为当局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严重 然后一个是用想方设法把一些灰色的渠道把它堵塞掉 或者是软硬 或者软硬兼施的要一些企业把资金调回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一个最大的问题还是放在心里头 就是什么 企业家怎么办 企业家就是说 他的这个心没办法安定 没办法安定会影响什么 影响投资 是啊 我今天就算我原来是想办法 只有实在不行 我就赶快把钱移出去 那今天好 我今天钱没办法移出去 但我还是不安定 不安定我就不太可能安心下来创业 安心下来来进行 所以我想也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那么现在应该说北京当局 现在已经体认到了 经过官场风气的盘整 那么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个当然法治要强调要出来 那另外呢就是政商的奋纪 如果把它厘清楚 你企业家你只要政府把它妥善管理 那么这个不要失去的这种失控的情况 其实对社会主义并没有伤害 他原来最担心的就是说 对企业的过度的扶持 会引起说对你社会主义的根本性的挑战 对不对 但是他现在发现因为你很简单 你经济还是要发展 你经济要发展 你不能让企业家都果足不前 对不对 所以变成说国务院颁布这个文件 叫做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 就变成对企业家来讲是一个护身符 棒子胡萝卜 棒子胡萝卜 你讲的太有道理了 一方面是让大家顾虑跟忧虑要消除掉 但是政府的这个动作其实没有停止 因为现在大陆企业 大陆的政府现在越来越要求 包括说要求迷宁企业里面要建立党的组织 党的组织我们讲过 然后这几最近今年来有一个最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对于那种科技网络已经大到不能够不重视 那么但是又很担心 他可能会失控 所以最近有很多的非常特殊的一些做法出来 一些实名制 这个都在加强管控 其实市长讲这个太有道理 我前一阵子大概几个礼拜前看到一张照片 我还觉得这张照片怎么会流出来 就是马云阿里巴巴的老板 这个中国大陆的身家最高的人 你知道他在干嘛吗 他就一张桌子 那吃个泡面 然后前面就两叠小菜 一叠是那个蒜头 另外一个是酱瓜 那就在吃泡面 然后头头滴滴的吃泡面 然后他那个照片拍的角度就是说 旁边有一个人帮他特别拍的 那后来证明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阿里巴巴企业里面 某个下肢企业的副总裁 就是说你看我帮这个马云拍了一张照片 你看马云在吃这个泡面 就后来就传出来说 马云说我有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我有钱我没时间花 所以我的中午都是吃泡面 我就想纳闷 马云他们不可能随便留出这种照片 那是个他的员工也没这么胆大 敢把老板的照片这样随便乱破 一定有目的 但是我那时候还想不出 他们到底是什么顾虑 今天社长一讲这个我知道了 也就是说呢 他在表态了 就说我做一个首富有钱人又怎么样呢 我还不是苦干实干在进行企业 我没时间去花钱了 所以你们不要羡慕我 我并不比你生活过得好 所以就刚刚社长就讲说 这个照片是有生意的 所以各位你不要小看了 中国大陆这些大老板 做了每个动作都有意义的 这个照片出来的话 我现在才了解 另外刚刚讲那个红色资本家 龙毅人或英东 你看他们为什么会变成红色资本家 因为他们在共产党建政初期的时候 就把他们所有身家全部捐出来了 捐给国家 我的家财万贯都是国家的 所以这个也是同样意义的 是这样子 那现在 就说应该这样讲说 大陆这一次国务院颁布了 这个管理企业家的文件 他试图就是说因为这一波的反贪腐之后 一方面政府体系开始出现这个懒政怠政的一个情况 因为官员变成说不做不错 不积极 然后对企业家来讲也出现寒蝉效应 可是下一波已经很多人讲十九大过后 不管上层的人事怎么样 习近平一定有一个很大的目标 就经济一定要往前推进 对啊 因为下五个年经济是他的重要成绩 那你经济要往前推进 你不能不靠民企的积极性 来配合一方面政府的调子 你比如说这个中国制造2025 这是政府要定政策 要给政策鼓励了 但你也得这个民营企业 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环境才可以 所以我刚讲到说安心 是这个道理 但另外有一个就是现在大陆在推行的 就是公民营的混合制 混改制 混改制 那这个混改制在我来看 混改制背后生意也很大 表面叫公民营混合 但事实上它骨子里面是民营企业 要入股到国营事业里面去 但是主控权还是在国营事业手里面 这个就让我想到 哪有一个民营老板愿意做这个事 因为说我今天花钱入到股票 入到资本入到国营企业里去 但是我没主控权 那我搞这个干嘛 这里头确实有一些很具体 有代表性的case 很大的都很大公司 你比如说这个网络科技好了 网络科技这里面 像最近就是要求四大网络科技企业 要跟四大国有银行结盟 我记得大概是阿里巴巴 这个腾讯京东跟百度 然后就包括中行建行工行农行 互相都有一个队了 一组一组 那它的理由是说要让这个大数据 让人工智能能够进入到这些国有银行体系 让他们能够快速的迎向这个所谓的数位时代 那恐怕其实远远不止这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刚讲的这几个科技网络科技公司 那么他们的这个这几年像支付宝 其实已经造成了实体银行的资金流向大量的枯竭 对啊甚至甚至腾讯都自己有开银行 对可是问题是说一方面实体银行的这个资金的流动枯竭 会造成什么呢 造成失业的问题 这是一个关键是这个支付宝这一头 有很多的等于说政府官方是没有办法掌握他的资金的流向 什么人会给什么人 而且他有一些额度之前放得很宽 甚至到上百万的都可以 那就等一个是提供的洗钱的管道 一个东西最主要是当有一些这所谓金融犯罪 乃至于所谓的如果跟这个公安啊 沾上边的事情的话 政府都无从掌握像瞎了眼一样 所以呢等于说基于这样子的情况 要把他们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一个是国等于说 这就我刚讲的大陆的公营跟私营的奋纪 搞不清楚啊 你现在这样子加来 比如说这个公行将来有阿里巴巴的股份 但是你讲到重点啊 公行国有还是占最大的比重 其实从投资的角度 我不觉得阿里巴巴会是很乐意的 对啊 因为你投资吗 当然大家都希望有主控性嘛 如果说没有能主控权的话 我投资到底我投资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被逼上梁山 还是说我是不得不表态呢 我们这边先进广告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所以怪不得最近李克强总理声音比较小 就是说在把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这件事情 我记得李克强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 他就说我们要把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但是呢往往这个话一出来之后呢 就出现了这个销声匿迹的情况 也就是说现在反而中国大陆是国营企业 或是说央企 或是说工股的 这样的企业反而是做得更大了 所以你看到不断的 在股票市场里面 这些国营企业央企在合并 这个北车南车合并变中车 对不对 对 就是这样子情况非常的明显 就是越整并越大了 反而不是说把他们这个民营化 或是说把他们打散 像你看英国当年 财切尔夫人他最有名的就是 把国营企业民营化 后来台湾也学了这些事情 就是把中刚啊 这些国营企业全部民营化中传 现在就变台传了嘛 但是呢 中国大陆似乎不是在走这一套 中国大陆是在 反而是把国营事业做得更大 央企做得更大 然后呢现在又要叫民营的这些企业 入股到国营企业里面去 那入股国营企业呢 你又没有主控权 那这个他其后面的动机跟作用 到底是什么 对其实一般我想所有的 这个不同的国家社会的 一个经验总结 通常国营事业的效率 一定比较低啦 是公家饭吗 是公家饭 我举个例子 以前我们有一个叫台汽 台湾汽车客运 30年前我刚当记者的时候 跑台湾省政府 那个时候台汽每年都很大的亏损 一直是要处理要处理要处理 拖了很久很久累积到几百亿啊 这样子啊 那后来是做一次性的处理 就等于是政府编列预算啊 这个这个把债务处理掉 就没有台汽 我们很久没有在听到那个游览车什么抗议啊 路线啊 因为他国光客运经过民营瘦身了以后啊 他实现了获利了 实现了获利了 那这个例子只是很小的啦 要真讲你刚讲 财奇尔夫人当年作为英国国企的转型啊 对那台湾也有很多例子 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国营事业的效能 但其实大家有知 你不要讲说你说中油跟这个台塑 嗯 的这个这个这个 他的一个影音绩效啊 对 或者讲更直接的长荣跟华航 对 两个比起来啊 这大家也都有 也知道 都 中油都是赚台电钱 如果中油没台电钱赚的话 中油是亏损人的 当然他们会有个理由是讲说国营事业有很多公共服务的需求啦 就好像台系当年很多偏远路线你得开 你得要加油站我山上也要设 也要设啊 这个当然也是 但是其实不足以完全掩盖 他的效能不足 没错 但是大陆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常听到一个名词啊 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啊 哎 这个民营企业你刚讲到说要这个李克强讲了说要要这个这个做强做大 民企啊 那其实现在大陆讲的最大声的是要做大做强国企 做大做强国企啊 那你要做大做强国企啊 可是呢 现在明白的就是说我们刚讲像阿里巴巴 像这个腾讯啊 那么他们所拥有的网路的平台啊 是不断的在蚕食啊 既有的国企的的这个这个这个竞争力 所以国企受到威胁了吗 受到威胁 受到威胁 所以那加上其他的原因就我刚讲那个社会控制的考虑啊 所以呢就把他做美啊 一定要让他加进来啊 那这里面其实最早的是三年前就开始了 三年前是中石化啊 中石化他底下全中国啊 有不晓得多少个加油站 所以当时啊就说啊 因为当时在混改制啊 这个喊得很大声啊 那他们就呃也是政府出面就不让腾讯啊 复兴海尔这些民企啊 那么能够入股到他里头去啊 他是希望用腾讯的流动的城市啊 复兴的物流啊 海尔的家电啊 能够让传统的加油站 变成新零售的先驱啊 三年下来了啊 听说效果并不好 是 新国跳舞啊 这是一个啊 那刚我们讲到了这个 四大国有银行 跟四大网路科技的结盟啊 然后最新的就是联通啊 联通的这个 他是引入战略投资者也是 都是阿里巴巴 腾讯 百度 京东啊 那么就是希望让百度的搜寻引擎啊 阿里的支付宝啦 腾讯的微信啊 跟京东的这种电商啊 那么可以让联通啊 我们知道大陆现在除了联通以外 就是中国移动嘛 那么他的电讯业务 希望能够把他整个转型提升啊 那呃 但是诚如你刚才讲到的一个大问题啊 今天如果说啊 这些民营企业 那么都是从一个有效 跟有利润投资的角度的评估的话啊 第一个他会想到的就是说 我这样的投入 我有没有主导权 因为我要改变他的话 一定有主导权才有可能啊 但是我看了一下 那股份都不可能啊 因为像你说像联通的这个啊 呃 联通公司本身还是掌握到36点多 其他的是都分散的这种 小小股 占比了哈 两趴三趴的哈 那这是一个啊 那既然主力还是 也就是说 这个混改制的本质啊 其实并没有完全脱离国营 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国营还是最主要的 国营还是最主要的一个存在啊 那你国营是最主要的一个存在的话 我不相信这个阿里巴巴的主管者 或者是这个这个腾讯的主管者啊 呃他会因为我有这笔投资 所以我非要去把原来的我的这一套东西 要要要要要弄进去啊 那那是第一个是那是这个这个不讨喜嘛 对不讨喜啊 而且呃我看到了一些评论跟报导分析 都是认为说这些民企基本上是有点被强迫 嗯 要要要要入驾了 赶鸭子上架 就是被强迫要要要去啦 那被强迫要去的话 你说他会有多少的投入的心力啊 这本身存疑 他甚至很可能认为认赔了事啊 嗯 过几年之后 如果那个股价掉下来业绩不轻的话啊 那就算了啊 嗯 那这种问题啊 其实在大陆来讲是一个很很特殊的一个 一个情况 你看他还是没有改变掉说 要让这个公有跟民营啊 嗯 把他划分清楚 对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我刚前面一直讲到的就是说 中国大陆因为他从这个49年见证以后啊 他对于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啊 这个公共性啊 一直都有一个他的这个啊 很执着的一个一个思维在那个地方啊 那呃 他们也认为说呃 所有的不管是你今天国有企业啊 甚至包括大的民营企业都应该是为国家而存在的 为国家而存在的啊 那那尽管啊 从个人的私欲私利来讲的话 那么一定要满足我拥有财产权的保障 那么经营权的这个开放啊 那么我才会积极投入 这个叫做调这个调动积极性 调动积极性啊 那改革开放 跟未改革开放之前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啊 可是调动积极性出来的之后啊 当企业越来越大啊 那其实越来越大也必要而且呢才有他的规模效应 才能够在不管是国内的呃这个发展还是在国际上的竞争啊 你才有那个条件嘛 对不对 所以有一段时间大陆是非常喜欢讲啊 这个全世界的企业排名啊 中国企业排到哪里啊 前五百大啊 这个日本有几家中国有几家啊 喜欢讲这些东西啊 可是问题一碰到说那这个企业到底是真正的民企 还是说呢又好像你说这个这个全世界的银行的排行 中国的几家银行都排在很前面啊 可是呢中国这些银行你会发现有个现象 他几乎走不开中国 你说我们讲花旗 我们讲什么荷兰的银行啊 那他是全世界到处都有啊 可是中国的国企银行贵银行之所以在全世界排名啊 是在前几名的 是因为他就是14亿人的市场拖住他嘛 他就是只有在中国大陆而已 而且他也没有开放民营 他并不是个全球化企业 他不是个民营全球化 好现在不得了 现在居然在这样的保护情况之下 又来一个网络科技支付宝 什么什么什么 呃这个宝那个宝 天天在挖他的墙角 而且这些民营企业 没呃中国大陆的科技巨头才能才是真正 现在要变成全球化企业的呃主要的标杆呢 对这个就很讽刺了对而且但是这里头还有一个非常敏感 你看我记得马云讲过啊 就是说将来应该要建立一个IT联合国 嗯嗯 那他不是也讲说吗 这个阿里巴巴什么时候变成全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这个话讲的很很 诶这个话让人家觉得很敏感哦 对啊对啊 好像最近开始要吃泡面吗 哈哈哈哈 好像这个跨国企业啊 那么就说企业一大了之后 其实阿里巴巴本来就是跨国际性的 对啊对不对 那个持股很多都都不是呃大陆的嘛 好软银跟那个亚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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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主体嘛好那那在这种情况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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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的话呢你可以想见了以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啊他对于这个组织啊的存在啊他有很极度的敏感啊呃没有错马云啊这个腾讯的这些经常也跟网信办啊跟国务院的啊也都非常的那而且都配合国家啊今天习近平要 出去他们就跟着在后面 也帮国家撑场面 也都很应该说 跟着主旋律在走了 但是就是不放心 就是不放心 你比如说刚讲你支付宝 弄了半天 到底这些资金流向是怎么回事 那我不能不掌握 那你说你的这个国际上的 你的连结的关系是怎么样子 反正我就是要确保 你是在政府跟国家的掌控之下 所谓的就是说 一方面我要借重你民企的活力 来让经济继续往前走 但是我不能让你脱离控制 也就是说民企到最后 它也是个工具性的角色而已 对 就是说再怎么样党国还是主体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就是国家 就是中国 事实上还高于国家 对啊 就是党其实是国家的主体 对 国家的军队 人民的解放军 其实是为党作战的 为人民服务 为党作战 所以说他强调这些事情 他才能凸显出共产党存在的价值 不然共产党这个党经过时间的变换 经过这么多的 就庸俗化了 对 那这个党的党的价值跟精神是什么呢 那习近平上台之后非常强调这一块 就要把党的价值跟精神找回来 不然他就他就在强调啊 这个亡党亡国是有可能的事情 那就必须规范啊 必须管理啊 但是规范管理的时候 又不能让这个官员的懒政代政 跟企业界的不安 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必须要有这一些措施出来 好 但是在这些措施里面 还是存在了许多矛盾 这个矛盾恐怕也还是需要去做 某种情况的处理跟化解 我们这边先听一下广告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最后一段 社长要跟大家讲说 中国大陆的第一大帮 大陆的第一大帮呢 不是丐帮哦 大家不要以为说是丐帮哦 这个打狗棍现在已经没有了 没有什么七代八代弟子这回事啊 中国大陆的第一大帮呢 是说货车帮啊 对 这个蛮有趣的 这货车帮到底是什么 这个帮派组织啊 我们知道啊 大陆如果你要讲这个人的组织 当然最大是中国共产党 这个最近统计出来 有大概将近九千万人 这是一个最大的组织的一个力量 那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啊 就行业别来讲 那么我看到大陆媒体的一个 一个报道很有趣 他就是说这个货车帮啊 货车帮是全大陆第一大帮 当然他不叫帮派啊 帮是我们一个形容的 就是这个产业 这个行业啊 那他有多 这个货车帮啊 他有多少的这个成员呢 有370万辆的货车 哇 370万辆货车 不得了 好 那就很有趣了 因为这个跟 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 因为全有一个统计 在中国大陆全部的货车 也大概就是差不多800万辆 800万辆 那370万辆等于差不多占一半 嗯 所以他的确称得上是一个天下第一帮啊 嗯 那为什么他会发展出这种规模啊 这个当然跟大陆这个电子商务啊 是有关系的 物流越来越发展 物流 物流 对就是物流啊 那本来啊 那他很有趣是 这一个公司啊 他非常低调啊 平常媒体上并不轻易露面啊 但是他总部设在哪里呢 他设在贵阳 嗯 哎你会觉得贵阳不是地无三里平的地方吗 对啊 但是我讲他是总部 贵州的省贵 他的货车啊 是散布在全中国 全中国啊 那原来这一家的这个CEO叫戴文健啊 嗯 他是在原来在四川开始发展 嗯 其实中国的这个货车的物流啊 最早发达发展起来是是珠山脚了 是 珠山脚 因为我们知道像珠山脚是最早做制造业啊 跟这个代工啊 对 这个产业的这一块 深圳广州 那这个都需要运输嘛 所以广州到现在也还是呃 大陆非常重要的这个物流的一个中心啊 嗯 的的的一个情况啊 可是那为什么搬到贵阳去啊 对 跟大数据有关 哦 大数据 因为这家公司的总部啊 他设在贵阳啊 对 那全中国大陆的大数据的中心也设在贵阳 嗯 他们是利用大数据的技术啊 嗯 然后开发出那个手机的APP的平台啊 嗯 把这个散步在全中国各地的这些货车啊 集中一个调度的一个一个中心 来安排车队啊 嗯 穿梭在全国各个地方的一个货运哦 所以有人把它称说它是中国货车界的Uber 嗯 货车界的的Uber哦 就像大这个是货车的车队400万辆车的这个大脑在贵阳 指挥这个车队造出这个蚂蚁熊兵 你说你看嘛 嗯 不是每一次双十一啦 对 或者是哪一这个又是这个节那个节啊 对 然后这个电子商务的每年的成长都那么快 嗯 嗯 那东西要有人送啊 没错 啊送我们都以为只我们都会想到的是说 哎那不是那些骑小摩堤啊 嗯 嗯 街上这带着带个红帽子背个包子那些人 问题是那个货你得从甲地到乙地啊 对 你还是要有货车 那个骑摩托它是最后一里 它最后一里 对 但是你整个整个中国大陆内地这么大的浮原的要运输 其实他还是要靠货车 那就是靠这一个货车 这个大车队 这个大车队啊 这个大车队 那呃这个大车队从他建立了之后哦 那么一直都有受到大陆的领导人啊 嗯 相对的重 他在这个贵阳的这个他的总部啊 包括习近平跟李克强啊 去这个访问的时候啊 去贵阳的时候都特别去参观啊 特别去参观啊 哇这国家级领导人不一样 对 甚至2015年的时候这个戴文健啊 还亲自向习近平来汇报 是来做汇报啊 那我觉得这里头有很多的意涵啊 这其中一个当然就是说呃 你想想看呢 一个人啊 或者一家公司啊 如果手上有个400万辆货车啊 在手上啊 这也是蛮可怕的一个力量 对不对 这也是帮助啊 对 我们我们不是讲以前我们的计刑车啊 以前有人在抗议政府的时候 那个车队集结个几百辆啊 对 就不得了对不对 就瘫痪掉凯达格兰大道了 对 好 所以呢变成说啊 当国家领导人重视他 对某个角度来看 也等于是这一家公司啊 向政府交了心嘛 我这个是来作为完全配合政府的政策 产业的发展啊 不会变成是一个失控的一个体系啊 应该说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 对 那他的确有他存在的绝对必要性 对不对 不当然你现在大陆 不然的话整个物流就瘫痪了 物流现在大陆讲这个电子商务 你要靠什么呢 他不可能全部都坐飞机嘛 对不对 很多最重要还是要货车啦 货车还是主体啦 高速公路上 而且你因为有一个大数据的之后啊 你可以让什么呢 他的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 他的物流的这种 包括他的民速度跟这种效能啊 可以提升 我本来比如说甲地乙地啊 那我可能是从丙地运到甲地去更好 因为有个大数据嘛 可以这样算出来 所以他们有一个统计还算出来说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中国第一大帮的运作 大数据的运作 每年省下了多少碳排放 对 跟空气污染 对 的一个 而且让油啊 包括 也就是说你要支撑这么大的一个物流 来发展经济 那因为有这个公司的存在 包括这个油耗量 耗油量跟这个碳排放啊 都得到有效的一个改善 对啊 而且阿里巴巴都号称24小时到货啊 对啊 中国大陆这么大 你这24小时怎么到货 对你可以想见你今天 比如说你从这个 你从湖北啊 对 你去订个广东的公司的东西 那这个他们的 他一定有好几个这个 这个他的协力厂商嘛 那订了之后 你不太可能会从 真正从广东运过去 你可能会去算一下统计一下 这个产品在什么地方也有 然后再做整个的包 也就是说啊 我们对于电子商务的物流 大家有个印象是 一个好大的仓库 一堆人在那边捡啊 丢丢丢丢丢 但其实 不管是丢过来还是要运过去啊 就是要货车嘛 这就是这个第一大帮 他所扮演的一个功能 这样子是一个 很特殊的大陆现在的经济环境底下 所形成的啊 那今天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事情 是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中国跟 政府跟企业家的关系啊 这也是另外一个 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对啊 因为第一个当然 我想中国大陆政府对 这个货车帮一定也有戒心啊 就像社长说讲的 你组织这么庞大嘛 车队这么大 一旦说 这个组织发生了什么问题的话 那他影响到民生 影响到社会安定 影响到各个层面 非常巨大 所以说怎么样 严密的掌控他会是 我想从政府角度来思考的 我想作为他们做 但是你又不能不让他运作 你又不能不正式跟承认他存在的事实 当然也会给像他这样的表态 政府当然也会给你好处了 对 比如说银行的贷款 或者其他的这一些 甚至你300多万辆货车 如果要对他所属的司机啊 这也是一个庞大的 非常庞大的一个 这个供应链跟产业 而且对像阿里巴巴这些企业来讲 这个货车也太重要了 你说阿里巴巴 他没错你是电子商务的龙头 但是你毕竟你 他不生产东西 对啊你物流还是要 他也不搞物流 他是借助协力厂商 他的物流他是数据库 对啦 他是他是做资讯的物流 但是你实体的物流 你还是要靠这些货车 这些搬货的人 来帮你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看 马云也像欧巴马介绍货车帮 对2015年的在APEC 在北京的那个APEC会议上 他也而且他们其实也把 腾讯跟阿里巴巴 也都 我现在发现最近像大陆的材料 我发现动不动就会看到阿里巴巴 动不动就看到腾讯 好像每一家 还有百度 百度这三家 京东也说会加上京东 都会放进来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四家企业也要严密监管 他们其实也都跟 你看这一波十九大 要整理这个包括所谓的 这个情色的内容 或者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有不同的政治的 这个所谓的欲轨的言论 那这几个都变成一个首当其衷 像腾讯的 这个他的一个这个微信 现在做了很多的要求 甚至包括上去有讲过 这个群组啊 要为这个群友们的言论负起责任 负起这个筛选的责任 管理的责任 谁还敢当群组 你下面几百个群友随便讲的话 10月开始之后 现在大家在微信上的这个内容啊 是要稍微注意一点 稍微注意一点 对 那这个都反映出来 我觉得说具体而为 具体而为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这个超级庞大的 这个网络科技企业 的确是有一定的这种不放心 那这个不放心就跟我前面刚讲的一样嘛 就是说振兴私人企业来提高就业力 但是当企业过度膨胀过大的时候 就要严格管束 我想道理是一样的 这个反映终结回来 又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谈的 就是中国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国共产党 跟企业家的关系 那他永远是一个不断的在变动的 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存在 这好像也跟共产党的本质是一样嘛 就左右两条路线嘛 就是有时候左倾 有时候向右一点 那这个反正就是在这两条路线里面呢 去找出啊 他的中庸之道 有时候会变动 像以前邓小平最容易一句话 就是说打左灯向右转 对啊 打左灯向右转 看起来是要往左 事实上这又是往右 可是呢你走久了以后 他又把你扭回来 看起来目前大概就处于扭回来的阶段 好 非常谢谢望报黄庆佑社长 今天帮我们在中秋节带来的两岸的专题 谢谢社长 谢谢 谢谢 拜拜